在今天中午的高温从北到南都到达了32度的高温 可是北部的朋友会发现到下午以后开始 风向吹着有点偏的西北风进来 温度形态来说感觉起来有一点下降 因为微弱的高压系统将会带进来一点点凉的冷空气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会怎么样的变化了 我把这一周分成四个阶段来告诉大家 在明天的时候因为有点西北风进来 所以高温的部分会略降 云层的发展量在北部跟东部地区会略为增多一点点 但注意周三到周四的时候 东北季风增强的幅度来说会变得更明显 因为另外的冷高压下来了 礼拜三北部迎风面会飘点雨 但过了新竹以南之后天气晴 中南部一样是个好天气 但周三的晚上温度开始降 尤其到了周三晚上到周四的时候 低温的部分在北部地区就只有在20度 明显感觉变凉了 白天的高温就在2526度 舒服的天气在周三到周四 接着礼拜五冷空气强度减弱 气温的部分再上升 到了周休假期高温又上看到32度 刚好母亲节天气晴朗 日夜温差明显 记得带妈妈出去走一走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的色调强化云图了 色调强化云图当中可以注意 北方的高压在东移微弱的东北风进来 前昨天影响我们北方海面的封面云带已经走掉了 后半段的水气正在逐渐的往北抬升 会在长江流域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但这道封面系统并不会南下到台湾上空 因为最重要就在于说整个这一波的冷空气的强度来说 在明天到后天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冷高压再度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彩色云图了 彩色云图当中可以注意到 早上的时候北部云量略多 但是云层一离开之后天气晴朗 中午的阳光照射从北到南温度高 可是等下午以后高压东移之下 带进来一点西北风 所以使得我们的温度形态来说 风吹来没有那么闷热的感觉 明天高压系统将会逐渐的东移 可是很快的 到了后天另外一个高压系统又要再度南下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地面天气图了 今天的地面图可以看到一个高压系统 正在东移当中 明天高压走了 但西北地区的冷高压到了礼拜三再下来 这波高压比较强 晚上的低温在北部就只有在20度了 两天的时间温度感觉起来舒服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外岛地区夜晚温度已经偏凉了 天气晴了 在澎湖多云时期 台湾本岛部分呢 北部高温略降 晚上22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都还是在31度 东半部地区迎风面 早晚有点地形降雨 小丁林两件事情要提醒 东部早晚雨 行车方面要注意 西部天气晴 中午热 户外活动 记得多补充水分 中午 感谢观看